爱情靠争取 为爱不放弃 大家好 这里是凡人游喜 我是乡亲特派员舒汉 那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 首先要为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的男嘉宾 我们的男嘉宾呢 有过一段比较特别的情感经历 在之前 他有一段曾经即将步入婚姻的情感经历 但是因为各种的原因 最后没有成功 那这个理由确实是听到之后 让人有一些唏嘘 那到底在那段感情里面 他经历了什么 又是怎样的理由 让他最后没有结成婚 那在日常生活当中 他又真正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我们先通过短片来认识一下他 大家好 我叫李嘉儿 今年36岁 身高一米六八 现在从事网友车 还有都是炉菜店跟朋友和活开的 每年每个月收入大概一万左右 本期交友男嘉宾姓名李健 年龄36岁 身高一米六八 职业网约车司机 月收入一万元 婚姻状况未婚 现在我们从事网友车职业 蛮辛苦的 有时候春天都泡在车上 一天收入也只能说养家富可 不能说大富大贵 平时等朋友在鱼洞那边 和和入了点骨 然后整了个卤菜 但是我一般都没的卤菜店 都是朋友的经验 以前做厨师 都有点基本功嘛 比如说想找个女朋友一起 一起可以唱会儿业 我的性格温和外乡性 爱好啊 有时候做好运动 那些那个有氧运动 有点嘛 都有点佛系 与师傅争那种 不希望等别人两个叫症那种 我的缺点啊 有时候抽烟那个问题 现在抽烟 一天差不多一包吧 房子没在组成区 是在我们老家七江 买了一个商品房 手头也没得啥子钱 将来要个慢慢的好起来 在重庆定居 我有三段感情经历 最让我难忘的都是商业段 我们差不多相处 一年多两年吧 朋友俗人介绍那种 都发展到结婚那个城市了 因为女房签了二十几万的账 她很父母啊 我都和我把那个二十几万的账 给她还了才能结婚 因为她签的账 我们结了婚 都还是肯定我来还 对不对啊 所以说因为当时 我不是买七江房子啥 买了钱没得啥子钱的了 因为我们我的那个女朋友 两个都商量好了 以后慢慢来还 她反正她是美国要还嘛 随便找自己上街两口子 一个一起 比如说做个啥子 二十几万的账 很快都还了 对不对啊 但是她们无头啊 鼓到去 一次性等她还了那种 后头因为贪不弄啥 后来都分了 我对你相信的另一半 她的年龄在三十岁到三十五左右都可以 然后身高160左右都可以 如果比我高了 只要她不嫌弃我都可以 在外面跟我留业丢丢面子 回家 跪搓一半 跪键盘都可以 我也希望自己另一半 跟我一起比如说吃耳窟 有时候辛苦后天嘛 有时候让我来肯定要努力一点 留二比如说有时候 随便煮点其他的十二千 或者称二千的行 以后一起创业做卤菜 男嘉宾的择偶要求 一 年龄30至35岁 二 身高1米60左右 三 在外面尊重我 四 能一起创业做卤菜 根据男嘉宾的择偶要求 编导在会员资料库里 找了几位符合要求的女嘉宾 我觉得餐饮行业这两年的话 就不太好做 而且本来下一个行业就很辛苦 就从早到晚的忙 所以我不太看好这个 要是其他行业的话 也许还行 他如果组成区没有房子的话 我觉得有点难办 因为我还是想在组成安家嘛 其实我们在一个工作问题里面 因为我觉得组成医 风险随便打 通过编导的一番努力 终于为男嘉宾找到了符合要求 又愿意见面的女嘉宾 那么她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女孩呢 大家好 我叫邓小燕 身高168 然后年龄29岁 之前的话是做菜料一帐 后面因为生意不是很好嘛 就把它转让出去了 现在也在待业中 也想过重新去创业 或者说去找份工作做 本期交友女嘉宾姓名 邓小燕 年龄29岁 身高1米68 职业 待业 婚姓状况 未婚 女嘉宾曾参加过凡人游戏 上一次她与一位彩票店老板相亲 在节目中两人相处愉快 最终也是牵手成功 时隔两个多月 为何女嘉宾又再次来到凡人游戏相亲呢 大家应该看得到我比较眼熟了 其实我已经是大家的老朋友了 上一次的话呢 跟一个彩票店的帅哥牵手成功 但是私底下呢 也没有说太多的接触 可能是因为男方比较老实嘛 也没有说主动的去联系我 然后我刚好也因为菜料一帐 要转让的事情 也忽略了这个事 然后导致到最后 大家慢慢的就疏远了 这一次再来的话呢 确实也是脸皮够厚 你看都过了几个月了 现在都已经29岁了 马上也要过年了 还是想能够找到另一半带回家 免得家里面逼婚 这次的话呢 我过来的要求也不是说特别高 自己因为身高摆在这里了 所以不是很要求对方的身高 年龄的话 35岁左右 35岁以下都可以吧 因为我以前是做菜料一帐的嘛 所以说现在还是希望我的另一半 能够跟我一起创业 或者说辅导我创业都可以 虽然创业的话比较辛苦一些 但是呢相对来说比较自由 而且赚的钱都是自己的 我也希望我的对方是一个 比较踏实比较上进的人 这样子一起创业的话 才会更加地坚持下去 女嘉宾的择偶要求 一 踏实上进 二 年龄35岁以下 三 能够共同创业 综合男女嘉宾的个人情况来看 两人的匹配指数还是比较高的 达到了90%以上 那么见面后两人能够一拍即合吗 来 欢迎男嘉宾以及亲友团 来 欢迎三位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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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好 来 先一起跟观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蓝坚冰 叫李健 来自岐江 今年36岁 好 李健 你好 来 介绍一下身边的二位 这是我朋友一起的 也是合作伙伴 哦 关系比较亲密哦 认识多少年了 十 十二年左右 十二年了 好像十二年左右 那对你是知根知底 对对对 这是我嫂子 嫂子 对对 是亲哥 什么关系 堂哥 那今天阵容非常全面啊 又有亲属代表 也有朋友代表 我首先问一下嫂子吧 在家里 弟弟是一个什么样的男生 做厨师那方面的 那个做的菜特别的好吃 厨艺非常棒 对对对 抓住一个人的心肖 抓住他的胃 对对对 首先我觉得厨师是很加分的 对 除了做菜做的 有什么 其实他对女孩子也挺包容的 包容 对对 假如说女孩子有生气的地方 他也比较包容 心里面比较那个嘛 但是表面他还是把气压下去了 毕竟对女孩子嘛 男同胞要温热一些什么 还是有一定的缺点 说一说缺点 就是太有时候感觉太内向了 看到女孩子了 有点感觉害羞的感觉 就是这样 好 来朋友这边说一说吧 好的方面呢 是很多 像对我们玩 但是我们也经常在一起 对我们玩的那些 我们玩的比较喜欢他呀 对朋友各方面还是蛮好的 很大度大气 因为你们俩是有作伙伴嘛 又一起开那个鲁菜店 我想知道他具体分工哪一块 西盒东西啊 板盒产业啊 打盒下手啊 主要还是你吗 在鲁菜店 对对 你主要是打下手的那一个 是 核心的东西在人家手里 学到没有 慢慢来嘛 他说以后啊 要那个跟自己的另一半 自己好好创业 再开一家鲁菜店 有这个打算是吧 对 因为自己也没什么文化啊 还是也没什么 特别的专业啊 什么的啊 这种 觉得做吃的嘛 这里 因为我以前做餐饮 做了好多年 有经验 那以后是想另一半 跟着你一起 干这个事业吗 另一半愿意啊 愿意的前提下 肯定是最好 那么如果说 今天相军成功了 自己预计 在什么时间之内 会组建家庭呢 有没有这个打算 两年以内吧 两年以内 对 就之前那段 这个两年啊 至少也要看旅方 对吧 有的时候计划赶不上变化 就是做种 是吧 因为之前 男嘉宾是有意要请 我们女嘉宾共进午餐的 但种种原因 现在其实已经是下午的 三点钟了 为什么女嘉宾来迟到了呢 那我觉得这个问题 交给你自己去揭晓 好不好 女嘉宾其实已经来到现场了 你看看我们身后 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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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英文字母 那个牌子 看到了吗 看到了 看到了 其实也象征着咱们今天爱情的开始 很好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寓意 所以女嘉宾在那边等着你 自己去 比心 感觉劲来了一下子 是吧 等待 也是值得的 如果你个人不好意思 可以叫亲友团跟你一起 过去把女嘉宾给寻出来 可以吗 你要请亲友团跟你一起 还是自己去找 我自己去 为什么不要亲友团一起 因为这是我的爱情 人家 我们在旁边见证嘛 真是的 见证一会找过来 再见证咱 奔向你的爱情是吧 好的 来 勇敢的出发吧 OK 加油哦 加油 很高大 很那个苗条 苗条型 身材很棒 对 来我看到亲友团刚刚随手 拿了个什么东西 在哪儿捡的吗 拿过来 这边摘了 这边摘了 摘了嘛 掉下来 我就随时捡起来的吧 然后你想干什么 然后嘛 随便拿起来 看一下 送给那个女嘉宾 你送还是他送 他送 那你赶快送过去啊 你要瞧瞧的 像这样 递过来的 来 没 来 谢谢 没事 一见面 送给这种花 你觉得 挺好的嘛 硬上红啊 挺好的呀 很喜欢吗 这种仪式 花嘛 都喜欢女孩子 都喜欢花 哦 要打扰了 花是真的呀 对 他说自己亲自去买的 那个才显诚意 好的 见面一个礼物都没有 嗯 这次有一点匆忙 对 他见你的心情太匆忙了 对 下次 亲自给你买一项 好 不要画饼 哦 是的 不要画饼 但可以看出 男嘉宾今天很重视 不仅带来的朋友 并还有自己的亲嫂嫂 都来到现场了 做一个见证的 是不是 给男嘉宾加油打气的 那好 这么热闹的一个开场 男嘉宾接下来怎么安排 去坐一下 聊一会儿天 去找一个 吃点心那些地方的 他本来想约你吃午餐 结果时间的问题 来 这样吧 其他的有一些情况 我们坐下来慢慢聊 慢慢了解 好不好 好的 男嘉宾第一次走过来的时候 我看到他还是多汗厚的 一个小兮兮的走过来 站在我旁边的时候 看下身高 应该大家都差不多 虽然说我现在对身高 要求不是还大 但是可能有时候说话 有点紧张 他有点 然后有时候结结巴巴的 只能说 想出来看 先试一下看 刚开始转一圈 蒙蒙看到一些女嘉宾 还是比较高调那种 走进去看 他无关那些长得比较可以 是我那种喜欢的类型 如果给他打分的话 打8分 初次见面 男女嘉宾对彼此的印象 都还不错 细心的男嘉宾 还为女嘉宾准备了水 那么接下来 通过进一步的沟通交流 两人的感情能够进一步升温吗 还要把裙子坐起来 坐起没事 有点冰咯 把东西垫起不 不用啊 但是我们吃一点左右都倒了 倒了喝 我们嫂子来的还更早 所以一起比如说 一起吃个午饭了 有饭 有饭 有饭去咯 嗯 我们来的都是下边的卤菜铁 卤菜铁整了卤好了才过来的 很远吗 没有 拔拔 在拔拔拔拔拔 但是我住的散坝 都远 嗯 我老家是七江小的吧 小的七江啊 哎 都是没得好远的拔拔过去 你是住啥子来没有呢 我之前住一张就是快递那个 外边没住 因为也是因为那个 快了一张 嗯 然后疫情因为导致了很多客服都流失 很多地方不能发 所以都干脆把它转转出去了 转转出去 那儿准备看一下吧 还有啥子好做的 可以活活啊 或者自己住也可以 还是想创业吗 可能想 可以是啊 要不我们也去创业上 也去搞个卤菜铁 嗯 我现在啊 能说 嗯 也是 还是得开那个网友车哈 然后还有就是 等那个 那个朋友哈 朋友也去 和和说 入点股哈 他的经营 都是这个卤菜铁哈 一个月差不多 万块钱左右 是一人一万 嗯 是一人一万吗 我的收入哈 五千哈 五千 他是你朋友啊 对对对 我还以为是你兄弟那些 朋友 十多年 以前在厨房的时候 你以前做过厨房啊 嗯 以前做过厨师 然后还有是前厅都做过 那你即将之前做的厨房 那些都做的多好的 我只不继续煮啊 煮了好久吗 嗯 做厨师 煮了一年多吧 一年多 多少菜 有时候做到那个行业 有一种职业变 都是能说回到家都不喜欢冬 都不喜欢炒菜啊 什么这些 那你能够说的话 那以后你的对象 又不是没饭吃 一起饿 没有啊 我现在没煮出什么是 以后如果你是我女朋友了 我天天你想吃什么 我等你整什么是啥 我不是很会煮饭 我也不喜欢住家 那个哦 我喜欢赚钱 不是 确实我对煮饭很有兴趣 如果你如果喜欢吃的话 天天都可以吃 但是你不喜欢吃 你想啥子 你炒啥子啥 他有一点让我感动的就是 他以前做过厨师 所以他也跟我说 他承诺了我 说以后在一起之后 所有的家父啊 那些煮饭啊 那些都他来承包了 对一个我本来都喜欢点外卖 不喜欢煮饭的人来说 是一个特别好的消息 我觉得如果他真的能做到的话 确实很高兴心的 你现在好大了呀 我36岁 快满36岁了 那你现在卖了房了 现在没有 我重庆没买房 在西江买了房子 那你以后准备 回来边去发展吗 不不不 重庆那个好发展点啥 你说什么 意思说以后会在租城定居 对对对对 那你以后西江的房子怎么办呢 西江的房子等他在那个啥 比如说过年过节啊 回去回去 比如说看我妈老孩的时候 因为妈老孩他不喜欢在城堂 他一直在我们老家 我们老家还修了一栋房子的啥 那么以后有钱再买你那个 冰花的有点大嘛 买的变的 因为我说明年买 后年买也不奔现实对不对 对对你起码给我个大概的事 让我看看到以后啊 至少肯定在五年以内哈 肯定要得重庆 比如说整套 整套那个汉捷 比如说或者慢慢来那种嘛 目前是想得重庆买房子 但是肯定现在自己 手都没了啥子钱 知道吧 男嘉宾说他在老家 起家那儿有套房子 但是我确实没考虑过 跟他去老家那边生活 而且我老家的房子 我都不愿意回去住 我想在那种组成发展 毕竟那边发展要好一些 像他说的是 可能五年才买房 但对于我来说 我的年龄确实是白点了 29岁马上翻过年 就快要30岁了 他都要40岁了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再去买房 我再去挣钱来供收付 每个月还给房贷 然后以后还要玩那些 所以我很难够接受吧 而且在我的观点里面 我觉得是要先有了房子 才有玩 生活条件会更好 其实现在玩 都是要靠学区方的嘛 我觉得五年对我来说不及话 假如说两个人在一起之后 你五年之后肯定又玩了 你玩都说那么办的 那边都上学区办的算的 小伙子你我叫麻了 所以说就是有点叫麻的 我听到你说我也叫麻了 因为要不都是 把我们七江的房子买了 有的时候我也不想 不想把七江的房子买了 你有套房子 你是种你卖了 你二天又想到七江买这种油 整起麻烦啥 你不是不买 对不对吧 如果非得说这个房子的话 我其实可以建议 男嘉宾他说 七江有套房子 然后直接修了一套房子 然后我们可以把七江的房子买了 把那个钱拿来重庆 租成来 然后给个收服 毕竟以后大家发账都在那边了 等我们以后整理条件好一下了 他如果确实还想在老家 再买一套房子 那都可以 现在的话也不是说 没地方住 回去之后他完全可以 住在老家修的房子里面了 就是说大家一起努力嘛 今天你把那个五年 说成三年说断成 两个一起努力我相信 比一个人要容易多了 女嘉宾说愿意和我一起奋斗 感觉一个女人能说这种话 她肯定愿意和你分担 那一点都是比较不错的现在 三年内买房子 肯定要更加努力赚钱 希望能三年内 三年内把房子买了再重新 你刚才说还想做卤菜 你又是准备重新开一家吗 还是说把你们那个做大吗 对对对 比如说增加门点 但是也不可能增加太快了 是水菜市场那种吗 不是 生活超市 工作法律中 还有就是旁边 住了一个门边啥 门边啥 都是专门 以卖卤菜 然后还有就是卤卤菜 那你准备的大个没好 就可以住下来啊 可以解开啊 要找个媳妇 找个媳妇一起 因为能说如果换个个人去搞 有时候顾得到那头 顾不到那头对不对 你对比如说整那个餐饮 感不感兴趣 比如说整卤菜的下 身边有做卤菜的朋友 说是很辛苦 特别是夏天是最辛苦了 夏天他们卤菜的时候 那里面好热啊 对对对 夏天家对头很热 里面五到七 嗯 没事其实 能说热和流汗 流汗都等于都当排毒 都当排毒 而且减肥 这种好容易哦 嗯 这种好容易啊 就是说里面甜 我们都是有烟 嗯 就是说你两个人去煮 一个人去卤 一个人去卖的话 那卤那个人肯定很辛苦 因为他早上肯定很早就起来了 你比如说夜半哈 夜半三十个小时哈 都差不多搞定 三十个小时 三四个小时 我们也去煮卤菜哈 肯定不会让你去卤 你比如说都当卖一会儿卤菜那些哈 称而称 十二千 那种 还是比如说有时候打而炸呀哈 嗯 你会平时你在家里面煮饭那些吧 比较少 我比较少 切菜也得会吧 切菜那些切的会不会 会啊 我会切菜 比较少就行 会切菜就行啊 他刚刚跟我说那个卤菜嘛 问我愿不愿意去煮 那么说呀 我一个女儿本来都不是很喜欢煮饭 特别是一个人在家路都叫外卖的 你和我去煮餐 你的话第一个是我不了解 而且我也想到我全身都是油 我还能够接受 但是如果说以后确实住起 看得到场景很好嘛 就是说 可能也会说考虑吧 往那旁边走 感觉可能他还是 还是可能不是很愿意 也去煮卤菜吧 我肯定是要开卤菜店哈 还有肯定要找个比如说能懂 大概是也去那种整那个 那种 如果他肯定实在不愿意 肯定有点失落 就是这种 因为自己还是比较 想找一个能够自己一起 比如说创业啊 共患男 因为共患男 那女人 一个男人肯定会更加地珍惜他 了解过后 他卤粉 两人在创业开卤菜店的问题上 产生了分歧 女嘉宾不愿意从事卤菜行业 这让男嘉宾十分失落 甚至对女嘉宾的好感度降到了六分 然而对此 男嘉宾的亲友团们却有不同的看法 刚刚我们那个亲友团 两位亲友团其实在旁边也听着的 也不停地在发表自己的一个想法 我们私底下也在交流 我想先听一下这个我们一起的合作伙伴的一个看法 第一眼对女嘉宾还是可以 至少让他说不好吃 男主 就是我感觉 这个问题 女嘉宾不喜欢做卤菜这个事 直接会影响到最后 你的判断会影响到两个人是否签手成功 我是否对他认可喜欢他这些因素了 有这么严重吗 对于我来说 还是有一定的有点点 从我内心来讲 确实很想找一个人 跟我一起做卤菜 跟我收会儿钱 乘会儿乘 切一会儿卤菜 拌一会儿卤菜 是吗 那些比如说 节内住吗 对头 其他人我不喜欢他啥子好累 或者啥子 但他万一也有自己的这个 想要的工作方式 喜欢的工作呢 如果真正确实 他有找两个人 彼此 说是感觉刷成了 他有自己的事业 或者自己喜欢的工作 那我肯定也支持他 对不对 好 那个嫂子刚刚在旁边也听 从一个女人的角度 你来说说这个问题吗 你看他一下子给别人降了两分 中间的问题就是 女嘉宾不太喜欢做卤菜 这个事儿 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其实我的想法就是 这个问题很简单 女孩子不喜欢从事这个卤菜行业 也是他不了解这个卤菜行业的利润 而是作为我们这边方法 争求女方他想换其他的行业 我们也能赞成 因为大家要齐心和你 比方喜欢的工作 我们也可以去 广东去创业 也可以去 要大家和一样的同心心理 那嫂子对女嘉宾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 如果作为你弟妹的话 容若家庭怎么样 我觉得她是我的弟妹的话 我觉得给她八分还是正确的 因为刚才我兄弟也有一些没有 直接降分有点草率了 对对对 跟她降分有点草率 嫂子给女嘉宾一直坚持八分 也看到了这个事情最正面的一个问题 现在我们男嘉宾来说一下你的想法 如果她比如说愿意做自己喜欢的工作 我也支持 那我再问一下 如果说她最后还是不喜欢你的工作 想让你换一个工作 或者她感兴趣的工作 你愿意吗 如果挣钱 我肯定愿意 因为都是为了挣钱 主要都是生计问题 对对对对 那现在我们把话都说到了这个份上了 我觉得嫂子的意见 我们真的是要听取的 因为嫂子也是过来人了 站在女性的角度是吧 说的非常正确 那么我接下来就很想 首先请到我们这个好朋友 也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出马 去跟女嘉宾聊一聊 首先你们这个鲁菜这个行业 好不好 她的这个前景也好 现在的收入也好 包括你们两个合作到现在 你们事业的一个发展 收入情况这些 都跟她说一说 让她也充分的去了解你们 好 然后嫂子可以从家庭和女性的角度 是不是 刚刚你跟我们说的那些 也可以去跟她讲 好吧 我们多管齐下 最后看看女嘉宾的这个最后的一个判断 好吗 大家加油哦 你们一起来加个油嘛 我觉得这个事情啊 还是很重要的 加油 来一起一起来加个油 加油 你跟她讲两个白菜啊 你不喜欢两个一起共同住 你做鲁菜啊 不是 我是 他也不了解 你地球你不了解这个东西 对 我不了解 所以说你现在跟我说啥子 我觉得我都没上升去 我只是没做过这个行业 就好像说我只做菜了一下 他愿不愿意做嘛 他也不了解这个行业 我了解哦 其实像我们做鲁菜同事啊 因为我投的 当时我现在投汤子口那个家里 每天白个我发的报表 那是每天的营业 应该是好多哈 我们只得三个人合伙 那是昨天的营业的报表 我不记 我本人我不欺 我不欺 我欺人住 每天只要一个工人 我只投得到四千块个月 一个工人 我请了两个 两个工人八千对不对 我妹妹费只得三千块个月 只投得到好多 只投得到一万一万一 一万一 一万一的电费出 电费最多五百一万一 那我一个人你说我算了 假如说我一天我买三千对不对 一过下来是九万 我出开成本 我一过要找多少钱 十万 那我三个人评分你 我一过分得到多少钱呢 十万多钱 那你卖菜单 就在你所谓的简单点哈 你能分得到多少 我自己住 自己住 对头啊 自己住哪个东西 你亲不亲人 亲人 三千块个月 对 好处感到已经 最多分来到 也不过几千万块钱 我就几万了 我就几万了 我就给你住 关键是 我都跟你说了几万块 我相信呢 我要这样 要看到其 那个周围的人群对不对 叫做一个小区 集不集中啊 你觉得工作饭集中呗 哪个工作饭 预备的工饭 预备拿走 预备拿走 其实我想说呢 就是那都不重要哈 那个妹妹哈 我们相识是一种缘分哈 大家住在一起 对对对 是不是啊 我觉得的话哈 所以说你说的 你不了解那个路财行业 其实路财行业的利润也很高 嗯 因为正因为是那个 你了解的是 你的那个材料料站 他是了解这边哈 对 都没有你不了解他的行业 他不了解你的行业 其实路财行业利润都很重 但是这都不是关键哈 最主要的是两个人齐心活力 共创美好的家 对 一个家庭才是最重要 就是在我们做的那个小区方面 就是有一家医生里的那种材料也站在 人家还不是买那个炉肉啊 一些都在买 你这个住户来开的话 买一炉菜的事儿嘛 那后快点没弄 我都可以买炉菜 快点弄了那个人 我都可以发快点 可以两种都那个 相对于你在里面里做材料 里面都买炉菜 对 相对于两个门市 两个门市 分开了嘛 但是相对于是来 我们扶起点嘛 开得起嘛 对 对 假如你可以 今天我们来的解散了 你可以 我不带你去 我们那几个点 我帮你去考察 只是说 要跟我不乱说 因为我摊子口里有点 杨茄边盘龙也有点 我鱼董外面我两个点 这样两个共同都来辛苦点 反正说 需要三年的时间 守护一套 我们放这么一个问题 你考虑一下 这是吧 我不骗你 你会 你讲说你在里面 什么意思 人人都要吃 他不是守护环境 随便那个环境 你人都要吃 刚刚看到我们这个 亲友团 两位都主动的来找你 聊到了男嘉宾 这个事业上的一个问题了 那目前你的这个 他的这个职业 还是持不喜欢的这种态度吗 主要是现在 没有了解过这个行业 所以说我根本都不太懂 就是他给我算的这些 我就看到了表面上 他给我算 我就能懂 但是问题是 我对这个行业不了解 所以我也确实不太喜欢 去做这个苍蝇的 主要就是不太喜欢 全身油粒粒的 女孩子都爱美嘛 你要想变成黄脸婆 这个可能就有点 不太接受嘛 其实我们男嘉宾 刚刚也表示了 他说不要你去下厨 做那些油的东西 叫你收个钱 最多帮忙装点菜 仅此而已 是让你去享福的 老婆都是拿来疼的嘛 包括嫂子也说了呀 你看你是做菜鸟驿站的 现在我觉得很多小区 都有那样的菜鸟驿站和超市 很近 甚至有的开在一起 旁边还有卤菜店 那都是可以开在一起的 在一个社区里面 因为我们社区 就有这样子的状况 我就看到过 而且生意都还不错 但是当然了 回过头再来想啊 你们两个一来就聊到了 这个事业工作方面的问题了 而没有真正的静下心来想想 这个人是不是适合我以后 托付的那个人 在性格上 在他的人品上 这些没有去了解 除了他那个职业以外 我觉得他仍然是可以 特别是对他钱的 有那些的话 明明晓得他有宅 他还是愿意跟他宅去的话 就是还是蛮有淡淡的 纸的托付 有些都比较感动 而且他也说 回来之后 不需要我做任何家 我他自己会做 那个措施很打动我 就是啊 你就被捧在手 是离到一个公主就行了呀 是吧 对 我觉得男嘉宾 他应该不是光是说说而已 你看今天亲友团 也侧面证明了他的这些优点 是吧 所以我给到的建议呢 就是你可以再从其他方面去 真正的了解一下他 好不好 可以 再给点时间嘛 在亲友团的劝解下 女嘉宾终于松口 表示愿意给彼此 多一些了解的时间 就在我们以为问题终于得到解决的时候 男嘉宾这边却变卦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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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对女嘉宾的感觉如何呢 这个劲儿感觉还是提不起来 对 有时候 经过自己 身世俗虑 感觉有时候还是 不是很合适 你是觉得你跟女嘉宾不合适吗 对 哪里不合适呢 有时候可能因为 比如说交谈 对生活 或者工作那方面 你不可能抢求别人 你不可能抢求自己 要是吗 在得知女嘉宾不太愿意从事 卤菜行业之后 男嘉宾的态度 就变得十分消极 甚至产生了放弃的念头 一边的嫂子 看着也是十分心急 赶紧上前劝说起来 是 我感觉还是可以 因为你刚刚才接触 不是很了解对方 对方 对方人一下子都觉得不适合 对方便去考虑 你到底建议的点是什么 还是想就是 找个一起跟你做卤菜的 或者说还有其他的顾虑 你不说我非要 非要找个女人 都没有去和说伙伴 我喜欢餐饮 这一块 我喜欢搞吃的 知道吧 她呢 不喜欢那种油烟 这些还是什么 这些都可以理解一个女人 这个不 但是对于我来说 我们两个是过日子的 因为确实感觉就是 不是一个世界人 不在一个频道 你没有个女嘉宾 她的一个 她也不喜欢那种 她不是不喜欢 人家是不了解 人家是不了解的这个行业 经过我们去沟通了 人家都说是融会 只有人家都没有 人家都不听 人家都不听 有话比如说 哪怕成了 万一以后有分钱 有时候都会放你 对吧 你的意思都放弃 你的意思放弃 我说是 说是 因为有些孩子 她不愿意跟你 小宝不愿意跟你一起 不说 你也挺 你也挺跑的来过 但是人家又没有说 不喜欢那 没说不喜欢跟你一起 因为她对这个行业 更了解 经过我们这个 沟通了跟她解释了 她还是人口的事 她还是人口的事 她不是不容易 你要给个机会 大家要给事 你不能说 你们太了解 才谈这两句 都觉得放弃 我就得为不容易 在嫂子苦口婆心的劝切下 男嘉宾终于鼓起勇气 决定为自己的爱情奋起执着 又冷又饿 现在女嘉宾是 慢一点小心烫 小心一点 可以吗 可以吗 可以 还吃一点嘛 我也不知道她麻了多少 多少盐和危机 但是 真的很好说 比起外面的这个口感怎么样 要比外面好吃一些 要比外面好吃一些 是吧 能吃出那种 家里面炒的那种味道 家里的味道 还带有男嘉宾满满的一份心意 其实你也想想 女嘉宾 所有我们的菜 所有的烹饪 你看都是从油烟当中产生的 人间烟火 对 人间烟火 说得非常好 要是一个家里面 没有这个油烟味 没有烟火气 我觉得那也没有家的温暖感 有时候做到厨师 那个餐饮行业 有时候可能你不是好了解 如果我们走在一起 希望多多的 互相去支持 包容 其实我也是 比较还尊重一个女人 比如说你有喜欢 自己做的那些事情 肯定是你做你自己喜欢的 至少说你是找一个女人过日 这也不是说 非要哭到和她一起 等你比如说做生意啊 或者这那些 两个会去分歧那些 现在我们男女嘉宾呢 即将选择 我们就用我手中的男嘉宾 所炒的这个青椒肉丝 做最后的选择吧 端着把这个热腾腾的又香端着 小心烫 对对对对 因为刚刚你也尝了 非常好吃 这是男嘉宾的心意 他自己可能还没有尝好 如果说最后你愿意选择 亲手成功 两个人啊 留下联系方式 咱们就开始沟通和了解了 就把这个采议会拍一口 分享一下此刻的温暖和甜蜜 如果说不愿意的话 也没有关系 这就是男嘉宾送给你的一个礼物 怕你饿着肚子 一会儿配着那个饭 咱们扣开乐乐吃掉也行 好不好 两位哈 我数321之后 女嘉宾给我最后的选择 好吗 都没有梦 更选择 啊 我想的 最后的更活 3 2 1 请选择 看来我们女嘉宾犹豫再三 还是没有把这个青椒肉丝给夹起来 就表示我们最后牵手不成功 那我也想当面的问一下 最后不成功的原因是什么 其实满家面挺好的 就是做菜又好吃 然后人又很会甜甜 然后比较会刮心人 特别是很有责任吧 但是大家的年龄都摆在这里 我也不想耽误他 但是我还是愿意跟他做个朋友 从目前来说 我自己也想找一个 天天在一起工作呀 生活呀 这样或多或少 体谅一下一个男人的 很多时候不容易这种 但是更多的还是我们男人去包容女人 男嘉宾最后呢 也是说出了自己内心的一番话 我相信我们电视机前 也引起了很多单身 我们的男性朋友的一个共鸣了 也祝愿两位可以在日后的生活当中 如愿地找到你们心仪的那一个人 好不好 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 还是要为这一个会做饭 做美味菜肴的这位我们的男嘉宾 打一个广告了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想要与他近距离接触的话 想要多一些了解他的话 可以赶紧拨打凡人游戏的热线电话 8805 8805 同时呢你也可以到龙虎新一城二楼 凡人游戏线下婚恋服务中心进行报名 最后还是那句老话 爱情靠争取 为爱不放弃 凡人游戏 我们等你